俗話說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這個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得到的水果 原來真的不需要吐葡萄皮喔 它不但含有維他命A B1 B2還有維他命C 等等多種的礦物質之外 它也富含蛋白質 胺基酸 不管從皮到紫 都有非常多的營養喔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這一部電影 來自日本的 《搶救葡萄大作戰》 那這一部電影呢 主要就是以生產亞歷山大 社香葡萄為名的 岡山縣作為背景 各位注意囉 是日本的 岡山縣 不是高雄的岡山喔 那麼片中 滿滿的清香的社香葡萄 真的是看了讓人 好想好想 把它們通通吃掉喔 好的 故事當中的女主角呢 因為受到生病奶奶的一個請託 希望她在參加校外教學的時候 可以幫忙買下 岡山當地的名產 也就是 亞歷山大社香葡萄 但是女主角不小心 把她的錢包給弄丟了 只能夠買到用 社香葡萄做成的甜點 但是呢 當她帶著這個甜點 給到生病的奶奶吃的時候 奶奶還是感到非常的開心 因此這位女主角 她也非常的感動 那女主角在畢業之後 就想盡辦法 要進到這一家甜點公司工作 那她非常幸運的順利通過面試之後呢 之後不管是在哪一個部門 都不是很順利喔 最後甚至還被分配到一個最辛苦的差事 那就是到公司好做的 葡萄園協助農民要想辦法 增產葡萄的數量 而本片更是散發出了跟社香葡萄一樣 非常的那種清新透明感喔 尤其呢 女主角她是榮獲第八屆 東寶灰姑娘的新生代女星 補本粒子 首部單戀主演的作品 各位看到她這個超甜美的笑容 一定都會被她融化 還有這一位飾演 超固執葡萄農民的資深男星 田中職人 他們兩個有著非常精彩的對手戲 那這是一部關於成長 找到自我 相當感動人心的溫暖小品 吃到人的幸運 出現的好花 masterpiece 珍不獨松 正花春菜 寄宜 借宜 慌れの会社に就職したけれど 沒 配属されたのは 葡萄農家 果然 開門 剪 手伝いなんて頼んだな 橋 杉古 古い木の枝に 新しい元気な葡萄の木を継いで苗を作るんだ 阿里希サンドリアは形が大事 家にとっては美しくなくてもOKです 明日から混んで 太郎 一人息子 太郎に後継がせるんじゃ言って 会社でうまくいってないんでしょ 帰ってこい 太郎さんのビニールホースは 死んだものはいかがんのんじゃ でもこの木は生きるんだから お願いします 太郎さんの木に アキウスさんの命を継いでください その願いは叶うのか 人を幸せにする菓子作るんじゃなかったのか まんぱなまま逃げて帰るんか 幸せのマスカット